中秋廉假第二天台东海岸线持续涌现车潮人潮 为了避免路上塞车有游客清晨四点就从台南开车出发了 也有热血大学生选择骑机车还台 沿线知名景点富山沪渔区到访人次估计破三千 也带动了周边摊贩业绩的翻倍成长 不过垃圾量也增加了 上午九点半台新线沿途可见长长车楼 一路绵延数百公尺还看不到尽头 中秋廉假第二天台东海岸线陆续涌现出游车潮 这时候最怕两件事塞车和早车位 来到著名景点加入南油气区停车场已经是一位难求 有的驾驶干脆停到了路边白线上 至于对付塞车问题有游客选择提早出发 诱人干脆骑机车 我们是点三小时那边吧 四点五六七 对啊大概三小时那边就到了 还行啊因为骑车比较不会晒 再来到另一处热门景点滬山富裕区 民众游客把握好天气 沿着步道欣赏超间带生态观海景 光是廉价首日入园人次就近两千人 而满满人潮也带来庞大的消费力 周边摊贩业绩几乎翻倍成长 有多一两倍最多是两天中间两天 可能第二天现在这都超过三天多 乱丢正常啊 饮料类的那个垃圾 连价一定比较多 大概会增加多少 一两袋吧 中初连续假期台东县迎来观光人潮 但垃圾也跟着一起来 甚至部分景点因为没有设置垃圾桶 导致垃圾乱丢情况相当严重 苦了清洁人员工作量倍增 只能呼吁游客发挥功德心 留下足迹和美罩带走人工垃圾 继续假会台东市报道